拜拜 嗨 Dylan 前两天Dylan还有说要 我们团队的Sandy跟我一起 给老婆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其中Dylan付出了超多 包括昨天我们去Catalina Island玩 Dylan还帮我把我的Tesla 送到轮胎店去换新的轮胎 所以Dylan thank you 然后今天 也把这其中的一些幕后故事 再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的车了 这就是他的 这颜色就是为你而生的 不用说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就这个了 要不然你surprise我吧 知道就好了 我们在一起好像还没有十周年 两年了 我说年底的时候 你知道了 你surprise我这个车 然后我答应你 两年之内业绩一年 Hundred million 通常来说我会希望你先走走 而且Hundred million 也不够支撑这么大的surprise 是这样的 够的够的够的 这样 你就先surprise这个车 你就知道 两年之内会到Hundred million 一年 大家知道吗 我一直把他当我小兄弟Treat 但是他很多时候让我觉得他像我儿子一样 就像Lukas跟我要个东西一样 哎呀你先给我嘛 你先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来之前其实在纠结 我在纠结 是从我老婆这个 保时捷的这个 911 Tiger 还是Taycan 但我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很多很多的因素 最后我决定还是Taycan吧 而且我们现在装太阳能嘛 就停在车库门口就充电 很方便 对 这个的话呢 maybe在我们2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等会老婆送给我 这真的很舍我 没关系 你们大家 heard it here first 明年 我就给自己换个那款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好喜欢这个黄色啊 这我好喜欢啊 Carbon Fiber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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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can第一次驾驶 体验是什么呢 这更像一辆车 特斯拉更像是一个大iPad科技产品 就这种驾驶体验 特斯拉是没有的 这种品质感 然后运动感 希望我老婆会喜欢 我相信她会喜欢的 这种 听到了吗 这种汽车的纯粹 她应该会喜欢 她不是很喜欢特斯拉 谢了 这个 这个惊喜有你们所有人的努力 晚安 拜拜 然后我要再录一个今天vlog的片段 好的 好了 那今天就 你知不知道那天拍那个surprise的影片的时候 硕哥留了个眼 他说的很对 他说你不应该站在我们身后拍 我们刚才 在有聊这个点 没办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拿着camera的时候 如果我先出去你的surprise 就 我不知道从你们后面跟你们 我是从客厅出来的 你是突然间拿个camera给我 然后我已经在你后面了 其实我应该让你从车库那边先出去 从侧面 对 你把车库门关着你记得吗 你怕打开门看到 所以 其实最好的idea是给舒养一个相机 对 然后我一个相机 然后两边都有 所以我很难拍到前面 因为我知道前面效果比较好 但是没办法 OK 没关系 下一个10年的时候 可以 可以 你应该已经是很会拍的人了 我应该已经是可以有各种的拍法了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Costa Mesa 前面的Vlog刚拍过 这间房很特别 我们之前视频中可能很少出现 现在看它紫色的外面的木兰山 哈喽孙超 好 又见面了 方便上街吗 没关系 这是那个Match 他是GC OK 离肥 未来的建筑界的明星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Dylan Dylan 我代表过 孙超卖掉他在耳湾的一栋小房子 一百多万 卖给我们自己的客人Jack 今天是代表他来买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有多特别呢 大家先环顾一下四周 这是我们进来的地方 这是院子里的树 这些都是院子 然后这个房子本身非常旧的 一定是要推掉的 那 这个房子为什么我会感兴趣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有多的 院子后边的地 我这个镜头都没有办法拍到底 我给大家用跑步的 我跑到院子的另外一头 坐里跑一会儿 一直到最那边那个栏杆 全是这个房子的地 一共两万多尺的地 而且按照这边的Zoning 它是一个R2 意思就是你可以建几户不同的 Single Family 在这一大块地上面 每一户现在Cosmisa的标准是 你至少建3610 那我们测算过后 把这个房子推倒 从我们进来的地方 到最那边 并排可以建三到四户 建高级一点 建好一点的话是三户 那建普通一点的话是四户 孙超跟他的投资人朋友 他们打算每个人投资建一户 建出来之后 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卖掉 因为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好 Cosmisa很靠近新港 这个房子的屋主 把这一栋房子所在的地 在很多年前卖出去了 不然的话 它是可以从前面的街道 到后面的街道连通的 那样的话 你建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的社区了 那就厉害了 所以我刚才跟A君讲 他是讲西班牙语的 我说跟这一户聊一聊 把这一户也买下来 我们把这一块全部再打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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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lan 好 你觉得这是不是你见过最破的房子 我想说这是什么showing啊 哈哈哈哈 这可能是Dylan见过的 跟我一起的最破的房子了 我才想说 你是不知道未来showing还是hunting啊 哈哈哈哈 我们都完全没有进房子里面看 因为这个房子买过来一定会拆掉的 对 所以也不需要做房屋检查 也不需要做任何关于房子的事情 只需要看一下披露文件 然后去city 问一下关于这个房子zoning了 规划了 特别的要求了限制等等 对 所以去city做完功课 我们再计算一下数字 再跟他们offer 等一下我给你打个招呼 走了 拜拜 拜拜 什么情况 这也太破了吧 这不可能住啊 对 他不是买这个房子 是买那个地 他是买这个opportunity 对 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最多 最挤的情况下 可以建五间新的房子 哦 就像旁边那样 对 但我们可能会 稍微不要那么挤 建个三栋或四栋 在这个location 就是非常非常好了 前面周转到新港 对啊 就五分钟的Newport South Coast 七分钟 刚才遇到了一个看我视频的观众 不想跟我打招呼 但他时间有限 松茫茫的走了 我让他给我留言 我还没有机会知道你的名字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一段的话 Let me know 昨天拍的十周年纪念影片嘛 然后刚才摆摆的时候想起来 十年之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 物价还真的没那么贵 所以我们这两盘面嘛 现在要五十多块钱 十年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大概 二十三十块钱的样子吧 差蛮多的 三倍了已经 现在已经不能说 美国的物价便宜了 一点都不便宜 帽子好好看 你看 哦哦 后来换一件 Dylan帮我买的那点裤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每天有Vlog 拍的这些吃啊 喝啊逛街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上午没有拍摄Vlog的时候 Dylan跟阿果一起带一个加拿大客人去看房子 看了好多 在Irvan Lake Forest Mission Viejo Laguna Niguel 然后他下午还要去帮我另外一个客人装家里的那个ADT的监控设备 对所以其实远远的工作的时间是超过了我们在外面这些休闲的时间的 只是我的Vlog的娱乐化的内容决定了 我差不多知道因为工作的时候没法拍啊 对很多是你没法拍的 但是加拿大客人就可能不方便拍摄 对所以Dylan是一个非常productive的agent 不是大家看的有些人说什么是我的小跟班啊小麻仔 no that's not true 去年是1000万的销售额 今天hope you can get 20 million 我们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 就是Dylan同学也即将加入Tesla的大家庭了 他那天帮我把我的车从修轮胎的店里开回到家之后爱上了特斯拉 然后就很快的去Briamo订了一辆Model 3 所以他现在这辆奔驰C300将会被转绕 等他的Model 3到的时候 一旦开了Tesla你就回不去开油车的日子 我就开了你的车那个20分钟吧 我开了一半的时候我在那个红那档车手机上去Tesla的网上 这样开始定了 但说实话我昨天开过我老婆的车子我觉得 我有点想把我的Tesla换 那我就先不开他的Tesla了 因为我怕我开一半又把我的Tesla去cancel了 对我想把Model X换成我老婆那一款车的修驴板 就是屁股后面是这样的 大家懂得我在说什么修驴板 哦我不喜欢那个Hatchback 对Hatchback 我不喜欢 我觉得很酷啊 那个就是缺乏男生开的车 好长哦 对 但是我觉得不必要了 就我们家一台Tesla一台Tesla 全新的轮胎交给你开了 一会儿接啊 再回家见 OK 价值1000块的惨痛的经验 朋友们开Tesla Model X的 每3000麦要记得做一下轮胎的平衡 因为这个车特别的重 它的设计为了让它的稳定性更强 它的轮胎内源会更抓地更吃力一些 所以内缘摩擦力和损耗会更大 就这样 来 先体验一下Tesla车主的感觉 什么都不用按 摩擦力和YouTube 发号名已经说了 好了 就什么都把车车购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不对 昨天 昨天我跟我老婆从卡特连纳岛回来邻居拉着我说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网红视频博主李斐啊 哎呀 我一直看你的视频 我都不知道是你 我说对对对 是我是我 然后他从他帮助我们另外一户邻居照看院子的这个果树上面摘下了这些果子送给我 他说我一直看你们的视频 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有意思啊 像我今天在南海遇到的视频观众 我的邻居等等 对 大家 这些人的关注和支持 支持着我一直做我的这个稀松平常 平凡的日常Vlog 我现在仍然很享受这个过程 maybe有一天不那么享受了 但目前为止 我很喜欢 对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所有的人 我们明天的Vlog就见 拜拜 趣观点点吧 明天后 会帮你们留在怎么样 文ацinnen grosse Barry